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2022华顶奖入围名单公布 刘亦菲、赵丽颖、杨子、赵禄私货提名 2022年第34届华品奖颁奖典礼终于要来了 华顶奖作为电视剧大奖之一 是一项关于公众形象方面的荣誉之奖 被誉为老百姓口碑荣誉 今日、2022年第34届华顶奖入围名单已经公布 很多知名演员被提名 有望获得该奖项 其中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赵丽颖、刘亦菲、杨子、赵禄私、于书欣、杨荣 关小彤等一众当红女星入围了该奖项 华语百强电视剧最佳男女演员奖 作为电视剧百花齐放的一年 各种类型的电视剧接踵而来 一步再过一步 土庄剧中有孟华录做代表 现代剧中又有人世间大山的儿女做代表 近代剧中又有功勋作代表 每一种类型的电视剧都值得一看 值得嘉奖 2022年华顶奖百强电视剧最佳男女演员奖提名名单已经公布 其中值得注意的足 刘亦菲凭借古装剧梦华录成为百强最佳女演员之一 与任素希、樱桃、杨蓉等演技派争夺奖奖项 而在百强电视剧最佳男演员奖提名中 百宇凭借古装剧风起陨西成功入围 并要与雷佳音、王雷、侯勇等人争夺奖项 古装剧最佳男女演员奖 今年又是古装剧大放异彩的一年 一步步制作精良的作品搬上了一幕 并在上映之时引起了轰动 今年最火的古装剧有于舒心王鹤蒂主演的《苍蓝爵》 赵霞思无垒主演的《星汉灿烂》 杨子承意主演的《陈湘如谢》 刘亦菲陈晓主演的《孟华录》等 这些古装剧热度非常高 评分也偏高 都有7分左右 另外 剧中演员的演技也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欢 因此演员们也入围了华顶奖提名 入围古装剧最佳女演员奖提名的有赵露思 柳妍 于舒心 杨子 永梅 入围古装剧最佳男演员奖提名的有王鹤蒂 陈晓 陈坤 黄轩 郑叶成 当代剧最佳男女演员奖 古装剧热度高 但是也不能阻止其他类型电视剧的发展 当代剧座位讲述当下发生的故事的电视剧 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接近生活 反映现实 今年开端幸福到万家人世间 二亿不惑二爱很美味等电视剧表现突出 主演们在剧中有非常惊艳的表现 因此都能够获奖 获得第34届华顶奖当代剧最佳女演员奖提名的有赵丽颖 关晓彤 赵金脉 宋家和王菊 获得第34届华顶奖最佳男演员奖提名的有张若云 李嘉航 周渝民 杨硕等 近现代剧最佳男女演员奖 近现代剧主要讲述的是民国期间发生的故事 里面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也有感人至深的爱国抗敌故事 本次入围近现代剧最佳女演员奖的演员有景田 秦岚 蔡文静 管任姿 张新宇 入围近现代剧最佳男演员奖的演员有胡一天 张新成 窦霄 侯京剑 灭远 能够入围就是好样的 每个演员一年辛苦拍戏 年底能够入围某个奖项 就算最后没有获奖 也是对她的一个肯定